政策命令要严肃而有威势 第二是奖赏惩罚要坚决施行而有信用 第三是军队驻扎的银垒 收藏物资的军库要周密而牢固 第四个是军队的转移发动进攻撤退 既要安全而稳重又要紧张而迅速 第五个是侦探敌情观察变化 既要隐秘而深入又要多方比较而多次检验 第六个是碰到敌人所用的战略战术 必须要建立在自己已经清晰的情形上来决定 不要根据自己还感到疑虑的情形来决定 以上就是六种战术的准则 其次五种权术 这里的权术是权衡利弊的意思 它们分别是不要热衷于当将军而又害怕被罢免 不要热衷于求胜而忘记了可能会失败 不要认为自己有威力而轻视敌人 不要看到了有利的一面而不顾有害的一面 但凡考虑自行掉深思